因为下午的课程我们要先从图片这边开始跟各位分享起 所以我开一个新的档案来跟各位做说明好了 首先我先透过开始然后publish publisher2016开启一个空白的 现在我开的是一个A4纵向的一个文宣文件 然后这一份文件呢我因为要讲图片嘛 所以我先把图片插入进来 例如说我在这边插入一个图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就先用办例图片来去做讲解 假设我们今天我们插入一张图片插入 他就很单纯的把这张图片放到我们的画板里面 那接下来我如果插入 例如说四张图片 从沙漠绣球花水母五尾熊 点选插入 他会放在右边 放在右边他的意思是叫做什么 缩图 缩图 就是小图示放在这边 但事实上我要请你们稍微注意一下 这张图片大小它是124.18公分 乘19.8公分的一张图片 那这张图片呢 因为它缩小了 缩小 但是它是维持它的比例 然后它是2.86乘3.81公分 所以其实原本可能大小是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范例里面 这张图片它大小是多少 1024乘768 这张图片1024乘768 绣球花1024乘768 只是较进来的时候 我们用插入一张图片跟插入四张图片导致的差别 但事实上这张图片到时候可不可以 例如说变成1024乘768的图片 当然可以就改变图片大小 好 那你一定会想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因为它是一个排版嘛 我们多张图 我们插入进来 然后接下来放在这个文字的外面 然后方便等一下我们去做一些排版 那这个时候呢 你因为插入很多张图片 如果都放大大的放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你就可能会盖住图片 所以它就先把这些多插入进来的图片都做成小图 所以我们就称这样子的图称为说图 好 所以请你们先插入五张图片 然后还有 我不是有给你们一个word的文件吗 那那个word文件呢 word文件例如说我现在打开 然后因为至少里面要有一些文字嘛 所以例如说我现在复制 复制哦 然后直接贴到这个power ratio里面贴上 然后接下来调整到 例如说开始的这个位置 开始的这个位置 右边限制到这个地方 然后调整 大小 你这样的话 我们只是先有文字 因为我要讲图片 有时候我们要讲到文绕图 这时候有文字有图片 彼此间排版的关系 我们必须要先交代清楚 所以我们请你先把那个文字叫进来 还有图片也放在这边 我们可能就针对图片跟文字之间的关系 来跟你们去做一个分享 首先我曾经有跟各位分享过一个观念 就是这张图片 这张图片我们是不是可以放大缩小 而且是同比例放大吗 其实它可以这样改变比例 改变了比例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针对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重设图片 还有恢复原状 例如说假设我把这张图片放大缩小调整 然后改成是不是比例改变了 所以如果说你想要重设图片 就是恢复原本的形状 那这张图片其实它叫进来就变缩图 所以我们可以重设图片 它就恢复它原本图片的尺寸 所以在这个地方针对图片 它有这样子一个特色 那既然它有这个特色 你就可以随便去玩这张图片 我现在我要先讲一个概念 例如说这张图片我们放进来 你有没有发现 它是不是整个版来说 它是不是比整个版来的宽 整个版来的宽 但是它是不是比整个高度来说就小多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们想要去填进去的话 填成这个背景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选择哪一种套用字背景 是不是并排 并排的方式来去填进去 因为如果说你今天你把它整个填进去的话 是不是会改变比例 所以我先还原 还原 好 滑鼠右键 然后套用字背景填满 它不会用 它不会用那个 就是说 例如说破坏它的一个比例原则的情况之下 它是不是就等于说把这一块 这一块来去做一个放大来去填入 可以大概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所以原则上它填入背景 它不会破坏 不会破坏 那如果我今天我填入这样子一个背景 那我的字是不是就变不清楚了 所以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第一件事情就是假设我们今天填这个背景的话 我要凸显上面的文字 这个时候呢 其实我还是可以再插入一个 就是基本的图案 例如说矩形 因为文字是不是都在这个地方 所以呢 我可能就建立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矩形物件 这个矩形物件呢 填满的内容填进去之后 我是不是考虑到 我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把它当作是文字的下一层 好 所以我这边是不是可以去排列我们的顺序 排列顺序跑去哪了 这边下一层 好 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可以 就可以让我们看得到那个下层的透明 但是实际上又在文字的后面 所以呢 刚刚这个物件 下面这个物件 我们其实在填满色彩这边 可以用其他填满色彩 把它的透明度调降 这是另外一种做法 当然你也可以去动什么 去动这个文字方块 好 所以你是不是也可以再加一个物件 然后填进去 然后这个物件的颜色 颜色 我可能要调成亮一点 然后不透明度再调 调成 比如说50 这样子的文字的话 是不是才会看得到 好 这是提供给你们参考的另外一个做法 我这边用的做法是什么 我这边用的做法 我是在下面插入一个图案 举行的方块 然后来去让它做成另外一层 就是最上面是文字 中间是这个图案 最下面是背景 好 所以请你们动手来去完成 就是说 这样子一个三层的设计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小刀 好